我呢 本名叫做胡淑美 一个非常传统好听的名字 但是呢 我现在都快忘了 因为大家一般就叫我胡妈妈 1997年 胡淑美辞去稳定工作 到四川经商 几年后的一次机缘巧合 她与农业结缘 便开启了在生态农业领域的摸爬滚大 而那时胡淑美已经快50岁了 我对农业 我是一个城市小白 我连水稻 韭菜跟小麦 它们的长相 我是真分不清楚的 所以当时做这个农业呢 我的利基点不是我做 我是要给农民们 朋友们来做 因为我看到是 台湾的农民也是可以小康赐富 所以我就在想 我可以借进国外的经验 也可以借进台湾地区的经验 来帮助大多数的农民 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 胡淑美在起步阶段屡屡在跟头 最开始花一百多万买的小牛 光吃不涨 也成了她快航创业交的第一笔学费 我们那个时候呢 去买小牛 我呢只要看到那牛是小个子了 我就说哎呀小牛好可爱啊 那就是小牛 然后个子大的就是大牛老牛 结果我的认知是错误的 那些专门帮别人买牛的牛贩子 来跟我说 他说牛不是看个子 牛要看牙齿 牛不长下面的牙 相比大陆 生态农业在台湾起步较早 但当胡淑美想在成都 尝试这一套农业模式时 却并不被当地人看好 然而身边人的不解 却激起了胡淑美的斗志 天生不服输的她 立志要在这里和生态农业死磕到底 我就认为可以 那就去做 然后大家就觉得我疯了 所以呢为什么 后来我就注册了 干脆把这个农场 注册为疯狂农庄 疯子应该住在疯狂农庄里面 找专家咨询 学习农业技术 家人前来助力 就这样 一直到2009年 农庄的生态循环模式成效出现 胡淑美也终于看到盈利的曙光 我是把种植 养植 是整体结合在一起 而且我达到零排屋 我就是连养植的废水 我都经过湿地的处理 然后到最后集结 我把它们再拿回来作为我 浇菜的水源 那这中间我所有的肥料来源 都来自于我自己养的牛 羊鸡鸭的粪便 天刚蒙蒙亮 农庄的工人就忙活起来 打包装箱今天要送出的蔬菜 每一天早上我们大概要12到18种的蔬菜 然后每一箱里面要分大的 跟小箱的包装不同 就根据客户的需求 基本上都在晚上7点以前 让你吃到当天新鲜蔬菜 事业有了起色 正当大家都以为胡淑美会歇一歇 享受老年生活的时候 它又折腾了起来 把农庄打造成了农事教育员 我从一岁半的这种小朋友 我们就可以接待 让他们来认识这种自然环境 一直到我们也做要出国留学的学生 我们长期跟川农跟川大 我合作比较多 我是川农农学院的指定的识讯基地 在生态农业这条路上 胡淑美一走就是21年 这21年间 她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 细心研究呵护着农庄的一草一木 在她的影响下 孩子们也加入到生态农业的行列 最初的话肯定是为了支持妈妈 因为坦白说你说要让一个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蹲在农场 其实肯定是门心志愿 这肯定是比较不那么符合本性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跟我妈在工作上的日渐的这种接触 更加的深入去了解到 她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农业 为什么要把我们全部的家当投进来 那所以也从最初的一个尽孝道的一个角度 慢慢地也变成说 这其实也是我认同的一个方式 也是我想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2020年胡淑美或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成为四川省首位获此殊荣的台胞 胡淑美表示 希望未来两岸在农业领域交流越来越多 尤其是要让更多台湾年轻人深入农村 了解大陆 我觉得我挂了这个名字以后 我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要让两岸互相之间认知更多 所以我也很希望就是 我们再多做一点 不要是表面的 应该更多的 有更多实质的 我不是只让台湾的年轻人来 就只看一看我们的风景名声 我们应该让他看一看 更多的 然后走入我们的农村 让他们破除了被别人说错的关联 我们的农村